董事長 部長請 董事長 部長請 另外你好 部長好 首先我想也先跟所有我們部裡面 過去長年為了這個流行音樂 這個產業的努力的這些公務員朋友局所長 問好 很高興過去幾年來也看到大家一致的努力 那也有一定的這個成果 那在這邊我想我今天主要的這個質詢 主要的重點會在於 因為也只剩下兩個月 那怎麼樣能夠文化部給的這個相關的資訊 能夠協助委員 也協助下一任的這個文化部長 真正的掌握目前施政的狀況 那以目前我手上看到的這個 業務概況的報告來講 其實我覺得是還蠻可惜的啦 就是說如果我們要真正的掌握 目前部內各項的這個 各項的這個工作的進度等等 我覺得還蠻 因為大部分大概都在討論場館 或是焦點的大型博覽會 焦點的大型活動 那比較缺乏健全的這個基層文化的 這個培育的這個部分的討論 的這個琢磨 所以我想先請問部長 關於大型場館 大型的這個焦點的活動 例如這個博覽會等等 跟健全基層的這個文化環境之間 你覺得這關係是什麼 先跟委員報告 就是我們現在在我們那個 交接的這個資料裡頭 有非常詳細的 就是我們未來要辦的 那現在執行的 在執行當面所遭遇的困難 那我們要檢討的 那麼在未來要做 都會有一個非常詳細的一個報告 另外一個就是委員所剛剛關心的 就是大型場館 跟那個我們的基層的這個方面 那麼事實上在我們部裡頭 我非常重視的一塊 就是叫村落文化 村落文化 因為我們自己過去在檢討 那麼大概有49%的村落 沒有接受過任何政府 沒有有接受到任何的政府的資源 所以在這個當中 我們現在把這個列為重點 那列為重點的做法 就是比較強的社區有成績 那麼跟他做一個合作 然後來支持他 我大概了解部長您說的這個部分 那我大概在具體的一點來講 如果說以流行音樂的例子來講 可能比較這個頂尖的說話 我們會提到包括這個業務報告裡面提到的金曲獎 金曲獎 然後還有幾個重要的這個重要 北高的這個流行音樂的場館 但是我想很多的問題是來自於 例如說基層的Live House 遇到的這些法令的問題 改善困難的問題 那還有其實我們會很擔心的 在所有流行音樂圈裡面都非常擔心的 不只是這兩個場館 什麼時候會落成的問題 而是落成以後會不會變成文字館 如果今天在中小型的場館裡面 看演唱會的人都稀稀落落 我們以東京來講好了 東京它一個禮拜 有一些Live House 它是一整個禮拜要排兩場 也就是每天還有兩個場次 而台灣很多Live House 它一到四沒有人看 禮拜五禮拜六來也稀稀落落 那我們今天再去辦很大的場館 裡面也有中小型的這些場地 會不會變成文字館 這個是我們常常在開過去 在開諮詢委員的諮詢會的時候 很多流行音樂圈的人都擔心的事情 那因此大家都會一直強調說 除了流行音樂中心這個硬體的建設 我們怎麼樣栽培基層看表演的 這一種這個環境 那看表演的這個環境以外 你要協助民間在這個法令上面的解套 那這一塊我覺得是 也許你們在交接裡面 給下一次的這個部長有相關的資料 但是在委員的這個施政報告裡面 沒有提到 那我相信這個會是下 接著未來大家施政也會很重要的脈絡 我在這邊分享 因為我也看到在動漫產業為例子 動漫產業的例子在52頁提到 18億要在台中做動漫園區 這個我其實看了以後有點擔心 台灣連一個本土的這個漫畫週刊都養不活 那結果我們有一個動漫園區 那這個動漫園區難道是大家期待全台灣的這些漫畫家 一起到台中去創作嗎 那我在這邊我想請教這個部長 你大概講一下你覺得動漫是什麼樣產業 分成怎麼樣 好它第一個就是屬於漫畫基地 我們設在台北 那麼這個基地在華音街 那麼現在在做規劃 將來我們希望說變成漫畫家 它一個交流的一個平台 那動漫基地我們是跟台中市政府合作 那麼台中市政府將來可能就是它的硬體方面 那麼是台中市政府來 那我們編列的預算是未來的軟體跟發展的方面 那麼在動漫方面我們必須要跟工業局去做整合 因為絕大部分的還是在工業局 那我們是希望就是說在台中 它在水南那個基地裡頭 那麼它有一個非常完整的一個計畫 而且也編列預算 所以我們來搭配它那個來做 我懂 所以其實因為我剛剛的問題其實部長沒有回答到 其實動漫最主要是哪三個產業 就是ACG嘛 一個是動畫Anime 然後一個是漫畫Comic 然後一個是遊戲Game 那這三個產業其實都遇到不一樣的問題 例如說動漫畫它遇到的是 我們問了很多的這個相關的這一些 從業的這些創作人 遇到的是行銷的問題 遇到的是通路的問題 我們不乏沒有創作者 但是我們沒有賣出去的管道 他往往可能要去這些同仁制現場擺攤 做做小生意 然後在G的這個部分 在遊戲的部分是整個切身不明 不知道主管機關是誰 然後甚至於還被汙名化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看到這一本 我希望你給新政府的這個部長 它上面的有包括這整個產業遇到的問題 因為我們要解決的基層問題 遠比蓋一個動漫場館還要重要 要不然那個一定會變文字館 它一定會變文字館 跟音樂一樣 跟漫畫一樣 沒有人會跑到那邊去做漫畫的 想要趕快趕上別人 趕上韓國 但是如果我們看日本跟英國的話 我們以音樂為例 他們今天不需要政府真的去辦什麼大的 Festival或博覽會 為什麼 因為它太多人在表演 那所以這是有利可圖的 民間自己會辦很大的博覽會 因為它也可以賺到錢 那我們當然是齊頭多頭並進 希望可以同時感到別人的這一個 這一個的進度 可是最前面的這一端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一定會變成文字館 所以那個是遠比這一本裡面提到的場館 還要重要 所以我希望 因為接著就要交接 我希望部內可以提供一份報告 不管在影視 流行音樂 動漫 表演 藝術等等 我們在栽培基層創作者 活絡基層的文化活動 健全基層文化的這一個環境 還有鬆綁相關的法令 這些健全相關的法令的努力 給我們一個這個報告 那我們知道怎麼繼續下去 因為我知道過去新聞局長只要一換 或是文件會主委一換 所有這個民間的努力就不見了 所以我希望這一次的文化部的交接 不會再發生一樣的事 過去十幾年來 我這個身有同感 所以把這一塊大家做到哪裡了 給一份報告 我們可以從上一任大家努力的方向 繼續下去 剛剛委員所提到的Lifehouse 其實我們跟內政部 在消防上已經解決了 解決了 所以在這個方面 我們還會對於未來大家的需求 那麼加強 那麼您剛剛所邀待的 我們在這個報告 我們會非常負責 再拜託補一下 那最後我想請教部長 對於台北山景倉庫 塵馬商會 還有台中天外天劇場 這些文資保存的事情 我們剛剛前一位 這個稿路委員也有提到 這一塊的話我想部長 你覺得文資保存 對我們來講的重要性是什麼 我是非常重視文資保存 對 因為我大學是學歷史的 我覺得文資保存 你現在不保存 以後就沒有了 你就開始後悔了 那麼 所以在這個方面 對地方政府 它對文資保存 我們是正面的 那麼來給予支持 好 給予支持 甚至在經費的補助方面 所以在這邊 因為有許多的這個 我們局處的朋友 都可能還會在留任 會繼續在這個文化部裡面努力 那我也在這邊鼓勵大家 記得一件事 就是文資保存 不只是為了那一個 古蹟或是歷史建物本身 其實不管是 我們講這個動漫音樂 電影這些產業 大家提到很多行銷的問題 然後這個相關通路的問題 可是常常回到最原始的 我想大家開諮詢會議的時候都知道 是作品的問題 到底這些作品好不好 其實好的話 自然行銷管道有人 從國外就會跑到台灣來去找 那例如說 像平凡跟陳淑芬的這個 台灣都市男女的故事 在日本受到重視 或是像吃油以台灣制服為這個 這個主題會話 推出這個制服向上 這樣子描繪 從日誌到現代化的台灣 北中南學校的制服 那有很多的東西打到國際上去 你只要有內容 就可以打到國際 我為什麼會提這個 又跟這個文字有關 因為 如果一個沒有故事的城市 一個沒有歷史脈絡的國家 就不會有好的創作者 對 這我很認同 所以我們今天在保存每一個 不管今天是山景倉庫 還是城馬商會 我們是為了保存這個國家的歷史 為了保存這個城市的故事 為了讓我們所有各個文創產業裡面的創作者 他是活在一個有故事的生活裡面 對 讓我們自由有特色 所以這一塊 希望我們未來能夠重視 不只是為了保存它 而是為了我們的文化產業的未來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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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接著請宗嘉賓委員